箱子 所以我要先提前把它打開 最後買了兩個 我的手機 手機的新家 包裝好漂亮喔 就是你一打開 一收到一打開會覺得非常的精緻 但這手機可能耐不耐用 就之後有機會再跟你們分享 今天比較早到公司 因為要過來幫我們公讀小弟弟開門 在到公司以前我已經淹好了照掃機了 先忙囉 哇這邊有點亂 早上的時候請了濾水器過來幫我們裝 但那個師傅裝到一般說什麼 他把這個水龍頭的鎖 水龍頭的鎖給弄壞了 所以他回公司拿 然後要再過來幫我安裝 那看到這個影片的標題 應該已經知道我這集想要介紹什麼 我覺得我最近 就忙很多純粹的雜事 比如說 傢俱啊 還有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要進來 一直在挑選這些事情 然後再安排 跟不同的師傅見面 然後去不同的店看我們要買進來的東西 然後跟上網看上網比加等等 還要忙著煮飯 而且我們的煮飯 看我影片的應該知道 我們要秤 然後要分很多次煮 每一個我們吃下去的東西 我們都要知道它的蛋白質 碳水化物跟脂肪 以及腫熱量 就是要去計算這些瑣碎的事情 不是像一般 泡麵丟下去 蛋打下去 一餐就好了 然後還有一些公司的瑣思 最近雖然說有一個公讀生來幫我們 可以分擔一些我們的雜事 不過還是有一些事情 必須要由我自己來處理 我最近總有一種 一到公司或是回到家的時候 就看到一堆包裹在等著 我感覺我最近好像買了很多東西 甚至連這個幾天前到的東西 我到現在還沒拆 這是一個美國的牌子 我一個姊妹 她有一個淺色的 然後我覺得很好看 就叫她介紹給我 我從美國買的 不過這個網站 它的運費還蠻誇張的 我記得我從美國買到台灣的運費 好像要八十幾塊 大概到台灣運費要兩千四左右 超級貴的 因為這個重量其實沒有說非常重 所以我最後呢 我用了算是那種集運的公司 這個品牌幫我把包包寄到這個集運的公司 然後集運的公司 再連同一些我其他在美國訂的東西 一起幫我送到台灣 這樣子運費有比較省到 後來我這個包包的運費 可能差不多台幣一千塊左右 它的皮很細緻欸 它是真皮 其實我很喜歡這種水桶包 我連我去健身房 帶的包包也是水桶包 但當然就沒有這麼大 然後當然是那種 丟在地上也不會心疼 這應該也可以測杯吧 請人量我今天穿的很居家 最近一直忙於奔波 就隨便亂穿 我裡面穿的是 Native的那個發熱衣 然後這個是ZARA的一件毛衣 然後穿了一個非常厚 非常保暖的眼褲 它裡面整個是鋪眠的 所以讓我的腳看起來很粗 不過I don't care 我覺得保暖比較重要 接下來我還有三個包裹要擦 根本沒有時間拆它 根本沒有時間拆它 然後又趕著去忙其他的事情 剛好可以拍一個影片跟你們分享 我最近買了些什麼 Yes Glutamine BCAA 特別跟AP Nutrition講 我需要這兩個東西 因為我最近在減脂嘛 雖然說我沒有非常的認真 不過我即將要開始認真了 雖然有說法是說 BCAA跟葛成明對我們 在減脂期間想要保留住肌肉的這個效果很有限 可是我個人就會覺得就是吧 有用就有用 沒用就算了 至少我有試 我有盡我最大的努力 然後這個是我買的書 哇 我會喜歡這種風格 就是算是普普風吧 你看 它們裡面就是這種很鮮豔的 它是Portine Powder 就是所謂的乳清蛋白粉的食譜 我很厚一本 裡面看起來 Oh my god 這杯幾八分看到它會瘋掉 等到我把薪假安頓好 把公司安頓好 把工讀生安頓好 做個幾道甜點 再跟你們分享 最後一個包裹 這個是我在網路上買的Samsung的電子鎖 其實我們原本我們的門口裝的是一般的那種鑰匙的鎖頭 可是我考量到我跟我弟都超懶 如果有一個密碼鎖 或者甚至指紋鎖的話 就可以讓我們方便很多 然後這裡要感謝一個網友 他在看過我之前的影片 有分享過我新家的進度的時候 就是有拍到門鎖 介紹他們家的門鎖 那我就把這些事情交給我弟去辦 那我弟是跟我講說 他還是希望買這種 就是比較知名的大品牌Samsung 我覺得好像用起來比較安心 不會有一天在家裡 因為沒有電或是發生什麼狀況 然後進不了家 現在在等綠水雞師傅來的過程中 我一邊用舒肥雞 舒肥棒煮了 雞胸肉 我準備做雞胸肉沙拉 因為我們前面幾天都吃得太過分了 今天只能吃草 不過我等一下要吃一個 在IKEA買的牛肉捲 不過幾八分吃了 他說沒有Costco的好吃 我等一下來試一試 好不如就現在來加熱吧 的確看起來比好吃多的還要小跟一點 這要吃起來怎麼樣 不是欸 服裝品牌 服裝品牌 嗯 賣服裝了嘛 對 創業比較辛苦欸 對啊 尤其是前面幾年 沒錯 師傅剛剛離開了 裝好了 我們裝的是唇水 所謂唇水就是裡面沒有任何的雜質 它幫你去除掉細菌啊病毒啊 重金屬啊農藥 包括連對身體有好處的礦物質 它一併濾掉了 那為什麼我最後決定要用唇水 因為我還是很喜歡唇水喝起來的口感 會比較軟 比較順 那礦物質的話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平時的飲食習慣 隨便吃一個水果 蘋果啊或者什麼蔬菜 那些礦物質都會被補回來 我覺得我不需要從水裡面去獲得我需要的礦物質 所以我選擇了唇水 不然我媽媽一直要我買那個Panasonic 就是可以調整水的酸鹼度的那一台 你們知道嗎 那一台大概是我這一台六倍的價錢 我覺得還沒有這個預算 因為你知道弄這個房子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錢 非常多的地方都有很大的開銷 所以可以省的我還是想省 人家說身體喝進去的水這不能省是沒有錯 不過我有聽過一個說法 就是說其實我們身體好像是腎臟吧 它有一些功能是可以去調節我們的酸鹼平衡 也就是說今天就算你喝進去對人體有好處 的鹼性水到身體裡面一樣會被身體給酸鹼中和 那如果你今天不喜歡吃了太多的肉 太多酸性的食物到身體裡 你的腎臟一樣會幫你做一個酸鹼平衡的動作 那如果我身體就有這個功能 我為什麼還需要有濾水器有這個功能呢 我是這樣子想的 如果你們有這方面專業的知識 歡迎你留言告訴我 我其實也是一個沒有什麼概念 上網隨便爬爬爬文 然後去這個專門賣濾水器的地方 問一問我就下了決定 那我想今天的vlog應該就做到這邊 雞胸肉也差不多快好了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請你給我一個like 歡迎你追蹤我之後會再分享更多的內容 包括怎麼用乳清蛋白粉做菜做甜點做點心 然後還有我新家裝潢的進度 平常生活的無聊事等等 你們想知道的事情歡迎留言給我 那今天的vlog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Peace IKEA買的牛肉卷 我覺得它輸了 好事多的比較好吃 好事多不論是這種冷凍的還是熟食區的 都比它厲害 因為我覺得這個吃起來它的肉跟起司都好少 然後麵包很多 以後知道了 是很方便啦 不過我下次會買好事多的